五十幾歲子宮還很漂亮 不過越來越圓耶 我每天好像就一直在流血 就一直在流 然後就回到我年輕的那邊 少女時代了 也是為什麼會想要發片 會發一張磚子 可能我很勇敢吧 也不算是什麼心願啦 只是說就覺得 我是不是想要做一點別的事情 我除了演戲我還能做什麼 有愛滾明暗暗 唱歌這件事情本來就是我以前最喜歡的 音樂節奏是可以讓人家很開心的 我真的是一種放鬆 真的是一個年紀很大的新人 然後我從一張白紙 我希望這張白紙 是一個很燦爛的白紙 然後能夠給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能夠有很多的想像去畫我Lady Pompa 那時候生病 然後是在籌備這樣 專輯的時候發現 對 那個血液這個東西 其實說真的 我們真的不清楚他會怎樣 那他會說 喔什麼是不是你打那個什麼 瘦瘦針的 我跟你講我打瘦針沒用 並不是那個的問題喔 對 我有跟醫生講 醫生說沒有關係 沒有這個關係 然後我覺得很安心 並不是我因為減肥 結果才知道說 其實我是貧血 我沒有什麼營養 那陣子喔 就是很奇怪的一個緣分 就是我只供裡面找個東西 因為我太健康了 50幾歲的子宮還很漂亮 太健康了 他說這個是不對勁的 子宮是隨著我年紀 然後越來越小 可是我越來越圓耶 我的那個內壁就太厚了 就要割掉一點 開了刀之後 我就發現不對耶 我每天好像就一直在流血 流到後來我的腳 可能就是剛好在這個時候 我的年血功能不好已經出現了 腳的後面那個大腿那邊 就一大塊黑的 我嚇一跳 子宮那邊也沒有辦法停止 就一直在流 然後就回到我年紀 因為少女時代真的 太離譜了 怎麼到後來變血塊 結果一看血塊的時候 醫生就覺得不對 你年血功能應該非常不好 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就是確定就是 後天的血有病 它是可以醫治好的 但是你可能會要半年 你可能會要一年 就很小心 你可能不能後撞啊 不能顛倒啊什麼的 真的是身體瘀 這樣之後才會想到說 欸對齁 我以後的後事怎麼辦 其實最害怕的應該是先生吧 他看我忍不舒服 他就說他都快瘋了 那天我有跟我先生聊到 我就說 我跟你說 我告別事啊 然後他就說 還有你不要再講 你告別事什麼的 我說果然 你要先讓我小帥 我要很簡單就好了 大家開始在一起 然後聽我喜歡的歌 他整天講 你神經病了 你不要再講那個啦 我不要聽那個啦 我可能會成為 你的小小鼓鼓鼓汗 你說沒有小孩 其實不會耶 沒有緣分就不要去唱歌 如果你有伴 你也希望生一個伴給他 那時候都想過 太浪漫了 你要想真實一點 這一塊放棄了 對我身體才會好 我告訴你 真的要不要生意 我不知道我有後天的這個 萬一是在那個時候發生 人血功能不好 我生完了又我怎麼辦 對 很可怕 也跟先生講好的 那其實 雙方兩邊男女 我們家裡面都有小孩子 以後 你如果怎麼了 都至少還有這些家人在 不會有小孩子 你知道嗎 他就在一起 沒有小孩子 你也會覺得